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刀瓊 一刀腹 切下去以后 自己能够成为富有的人 可是通常玩赌食 后来都赔得很惨 前不久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一个人花了大概350万左右 买了一个翡翠的原矿 后来鉴定下来的一个结果 不到30万 所以他赔得非常非常的惨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颗原石原矿 全部都是翡翠的一个原矿 我刚刚有特别讲到的 就是一刀瓊 一刀腹 但是很多人看 就是看这一块而已 这一个是擦皮 就是把皮擦出来 但是实际上 他连切都没有切 到底这原矿到底买得对还是错 好 告诉各位 这边桌上总共有四颗的原矿 当时买肉价格也不便宜 我问一下 今天带了这四颗原矿来的 是来自于美国的 王慧山 王小姐 来 先欢迎你 你这四颗原矿的话 是买了多少钱 买了一万八美金 一万八美金 相当于台币就是 五十多万喔 对 你有把握会赚钱吗 没有 并没有 其实我只是 我只是买假货买太多 我就很生气 然后很生气的时候 但正好那个时候 我的朋友问说 他有朋友要求献 那有原始 你连那个眼见 都未必是真实的 看不见的会是真的吗 你真的觉得你能够挖到一块蒲玉吗 好 待会我们要仔细请我们的专家 帮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那要讲到蒲玉的话呢 就要特别邀请一下 这一块呢 刘胜欣来 欢迎 谢谢 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吗 来 正希 能不能拿以前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他是一块蒲玉 你看 不得了啊 现在呢 女大十八变 这是110公斤 小相对的时候 现在我大概48 49公斤 就大概少了一个人 再过来一点 就少了一半 所以你已经是减掉一半了 对 一半多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可以从110公斤 现在变成大概50公斤 讲起来也是 这十年来都是那种血泪式 因为我又有癌症 又忧郁症 然后又因为忧郁症的关系 又厌食 暴食 然后胖胖瘦瘦 这十年代 现在瘦下来是第七次了 然后这一次呢 是之前从八十几公斤 瘦到六十公斤左右 是做了这个胃部的 这个胃瘦胃切除的手术 胜心可以说是人生再度重来 整个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你看现在漂亮成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也经历过一段的 这个辛酸的一个过程在 待会儿呢 我们再仔细来问一下这个胜心 另外呢 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 就是连国燕 连老师 欢迎连老师 好 连老师呢 从事珠宝的一个相关的工作呢 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同时呢也是美国 中国国际珠宝学会年会的 一个主讲人 欢迎我们的连老师 另外呢 特别邀请到的 就是李承伦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好 李老师 从事珠宝交易的一个工作的话 有二 三十年的时间 他同时呢 也是上海钻石交易所的会员 也是美国这个 GIA宝石研究院校友会的监视 特别欢迎李老师 好 首先我们赶快 欢迎一下胜心 胜心 其实我发现你收藏的珠宝 他也是都是bling bling的 女生都喜欢闪闪亮亮的 你大概买的时间 大概都在什么时候 可能大概都有十年左右了 有的可能更久这样子 所以当时你在110公斤的时候 你去买这些珠宝 会不会有难度 那个时候 因为这什么样的珠宝 再怎么样大颗的钻石 放在你身上 然后都变一颗 都很小 都只能带 而且都很多戒 都只能带在尾戒 好 来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个大概几岁买的 这个大概就差不多四年前 这不是买的 这是我的奶奶跟我姑姑 她们合起来送给我 因为她们知道我喜欢蓝色 然后又选一个 比较年轻一点的样 就不是可能一条链子 一个坠子 而是像这样点缀式的 像串珠式的这样 这你有带吗 应该不会带吧 带过几次而已 对... 这带得下吗 110公斤的时候 这个可能只能绕在手上 没有啦...四年前没有那么胖了 奶奶跟妳姑姑姑姑姑姑 她们就是一般的营楼吧 我想她都很神秘 也不可能跟我讲多少钱 我那么收到很惊醒 因为我很喜欢蓝色 芯芯妳自己姑娘 这是40岁的一个... 40岁吗 40岁的生日禮物 对 40岁的生日禮物 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从此 人生都可以比較... 發展比较好好了 算8万好了 8萬 發啦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25萬 還不錯 這麼高 今天我們只要把這幾顆 這幾顆做成一個手鏈 現在外面的行情 是天然的藍寶石 外面的行情就超過10萬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四年前買的還便宜 藍寶石就在這三年之內 然後整個飆升起來的 如果你超過三年前 買的藍寶石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如果你都買五顆拉的話 每顆五顆拉或三顆拉 這一串幾百萬 上千塊 先先還我 等一下... 我對他私信了 剛剛做工好精細喔 而且現在這樣 先還我 好緊張喔 對 之前是炒那個 炒壁脊炒的 小心看 注意... 你變化得好快喔 剛才好像不要了 現在變成寶貝了 我剛連看都不想看你知道 派老師一講幾萬的時候 趕快看一下 我跟你講 對 對 因為其實藍寶它的尺寸 跟它的價差滿大 雖然它是小了點 不過它顏色還不錯 它每一顆的顏色還不錯 你說這一個 是沒有處理過的藍寶嗎 有處理過 一度燒的藍寶 我們也講是天然藍寶 只是沒有燒過 但是它的顏色跟它的進度 都還不錯 再加上現在的藍寶 真的非常貴了 告訴大家 藍寶石就算這麼小顆的 每一顆五十分現在的行情 一克拉也要買一萬五到兩萬塊 你雙眼看 你28顆 所以14克拉 14克拉再乘上一萬 我是多少錢 所以基本上呢 還少低估了 我還是怎麼看 我都覺得它太小顆了 應該要做更大一點 你看看... 憲哥 你知道現在... 你想看看它 它以前這樣子 它戴在身上這個 就跟你講以前我戒指都不能戴小子耶 按照這個比例算喔 按照這個身材比例去算的話 每一個最起碼要兩顆拉以上 他說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像那個...你像那個翡翠啊 如果是瘦的人 戴那種綠色的 戴不出來就對了 你現在戴的話剛剛好 好 來 接著呢 我們要來看一個 那就是夠大了 剛剛講的 我覺得這個就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戴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以後我們就以這個為標準 想要娶你的人 就以這大小為主了 鑽石嗎 以前買這個只能戴在小拇指耶 你看 好漂亮喔 以前這只能戴小拇指啊 現在都可以戴在中指 還鬆鬆的 瘦下來以後 什麼東西都能戴 差有夠多了耶 因為我真的很愛藍色 剪了50幾公斤 這是... 這是好像差不多10年前有了吧 然後去泰國玩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時候鐵達尼號 你們不曉得怎麼知道 是的 就是看那個電影後 我就非常想要一個 藍寶石的東西 可是當時因為那個電影才上映 然後這些有關的這些藍寶石的 像項鍊啊 首飾啊 還不是很多 妳要小心喔 那個電影一播出來之後 大街小型人都在賣藍色的玻璃 可是那個是之後 這個是那個電影才上映 還不到一月就買的 妳的顏色跟他差很多耶 可是那時候找不到啊 全店泰國那個我們去玩 然後跟那個導遊帶我們去 雖然我們是到當地 才找當地導遊 可是我們就說 我們想要買那種寶石去看看 藍色的 對 他帶我去 然後第一天去我就很有戒心 因為全店只有這一顆藍寶石 然後是戒指 然後他就開得滿貴的 妳確定他是藍寶石嗎 他說的 我覺得 沒有 這兩個顏色 妳這個已經是藍寶石了 所以我剛剛就說 怎麼有這麼淺的 又有這麼深的 這兩個顏色就不對啦 就不一樣啦 所以妳這個應該看起來 但是妳這個還滿閃的耶 可是我們女生買東西 就是覺得漂亮就是 又是我愛的藍寶石 就是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耶 對啊 我在那邊考慮好幾天 然後最後一天我們到海邊玩 我就看到那個海水 又是很藍 很漂亮 就一直很想念他 後來要上飛機前一刻 才跟朋友這樣殺去買 然後最後殺... 本來你知道他開多少 開多少 開15萬 泰銖啊 15萬 也就跟台幣差不多了 對...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身上 全部的那個現金都套出來 又換成泰幣的那個現金 都套出來 然後他後來我們殺到6萬塊 賣給我們 那妳還賣貴了 是嗎 應該是1萬5 15萬後面的人全部去 我不相信你剛剛就說這個 每次都說這個不好 這個就好 我沒有說他好啊 我可以看一下嗎 這麼貴重啊 我可以看 確定好 我不會弄壞好不好 不會... 我相信老師 他每次都說這個 又什麼出燥啦 又小顆啦 但我身上又看不見啦 我是說他的做工出燥 我沒有說寶石是假的啊 對不對 那這一個的話我就覺得 可是你剛剛有說他閃亮亮 他是閃亮亮 但是越閃的東西 搞不好都是人工的 所以你也不曉得 這到底是什麼對不對 但是如果一在泰國買的話 應該是藍寶 沒有說 對 他就跟我說是藍寶石 因為所有的那個泰國觀光團 如果去的話 他們一定會帶你到當地的地方 就因為那時候那個電影的關係 在那個藍色的那個礦石裡面的話 有好幾種 剛剛我們看的第一個 叫做藍寶石 那後來呢 所有的這些藍色的話 其實標竿都是在藍寶石 這一件呢 紡這一邊這樣子 10克拉 如果是第一項藍寶石呢 這顆石頭你知道多少錢嗎 大概四五百萬 四五百萬 對 好 那只能用幾克拉 這個他什麼都沒寫 那我估大概10克拉 超過10克拉 好 另外呢 還有一個再過來呢 是藍壁寶 帕拉伊巴 藍壁寶 好 帕拉伊巴 藍壁寶 如果這10克拉的話呢 1克拉呢 現在是巴西的話 要10萬美金 這是幾千萬 好 來 另外呢 有可能是單全食 1克拉現在行情是2萬到3萬 10克拉也有20萬 好 這個也20萬以上啦 另外呢 海藍寶 現在行情大概5000到2萬 不等 看看顏色等級 差那麼多啊 對 如果我們抓1萬的話 也有十幾萬 那也算到啦 好 來 再過來是拓帕斯 如果是拓帕斯的話 現在伊克拉的市場上行情 是10塊美金以下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10塊美金 就是300 你抓8塊美金好了 200多塊呢 這個才多少錢 你知道嗎 1萬多塊 那差... 可是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啊 你看我說1萬有可能喔 你可能是這一個拓帕斯 我還有一個沒有放進去 是藍色的玻璃 藍色的玻璃的話是最後一個 那個沒有列入在我們的 天然化石裡 對... 但是我覺得妳的顏色 有點像海藍寶 海藍寶啊 有可能20萬 我覺得像... 20萬也很多啦 妳買6萬嘛 對不對 您自己估呢 我啊 我希望它是像老師說的藍壁錫耶 藍壁錫啊 藍壁錫啊 如果到泰國的街上 直接可以買到爬一把壁錫的話 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我就馬上飛過去了 好 那最起碼還是有保值6萬吧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藍色的寶石呢 到底是什麼寶石 我們現在不知道 那買入價格呢 是買6萬塊 是在泰國買的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1萬5 所以它是拓帕斯是不是 你看我猜得多準 我就跟你講說你後面的0 我告訴你喔 你這會害我心臟病耶 真的喔 對 而且... 而且你這裡是處理過的拓帕斯 拓帕斯呢 最常看的就是黃色跟白色的 我們叫...為什麼叫藍黃玉 因為以前傳來台灣 他們覺得黃色的寶石叫玉 所以叫藍黃玉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什麼會叫黃玉呢 像水晶一樣 這叫拓帕斯 沒有斷燒樂處理的拓帕斯 是旁邊這一個 你看到淺的藍色 然後上面帶有金紅石 如果金紅石被燒斷 代表它有燒過 看到沒有 所以一定要看到這個金紅石是不是 對 還是無燒的 沒錯 那上面這個呢 是巴西的最珍貴的天然的 這個帶紫色的拓帕斯 叫Imperial拓帕斯 非常少見 拓帕斯大部分有哪一些顏色 最常見的是無色 黃色 還有這外面的所謂的倫敦藍 這個瑞士藍 這種處理過的藍色 不好意思 你買到的 剛好就是這裡的拓帕斯 沒有 倒數第二名 我還以為說 它如果是天然的話 其實也是很貴的 我還以為從它持五萬的 那個開價砍一半 再往下打 不過基本上 我看那個台還不錯啦 台 石頭 一萬五這樣十五萬差十倍 台子還是值個兩萬塊錢 石頭的話價格就不好了 我覺得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還是要狠一點啦 其實 因為我們都底線覺得說 打五折很狠的對不對 對啊 你沒有想到人家出來的價格 其實要有專家帶路好一點 找你懂的朋友 或是有鑑定書的寶石 你跟他講說 不要去觀光的地方買 觀光的地方買呢 那是跟你買紀念品的 你買回去就回家了 再也不會來了 那不知道兩位老師 什麼時候要組團 我們就跟團一起 好啊... 他都去礦區的了 你要去嗎 礦區 要躺在地上 睡在那個茅屋裡頭 但是我覺得這一顆是很漂亮 是很漂亮 然後只是買貴了 顏色好漂亮 接下來呢 一樣夠大顆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黃鑽來了 嚇死人了 這顆是那個我媽媽 這顆很大顆耶 我媽媽的 這個想法 也是標準黃鑽的想法 如果要跟大家坦白講 因為當年我媽媽 本來有看中一顆黃鑽 然後當時對方開價要上百萬 要一百多萬 然後可是他就很喜歡那個樣子 所以後來就去訂做 做了一個所謂的黃寶石 做成一個像黃鑽的戒指的樣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顆不是黃鑽啊 對... 這顆叫做黃寶石 黃寶石 有叫黃寶石的東西嗎 這個我知道我很誠實講 如果是黃寶石 我們叫Yellow Sapphire 就是所謂的黃寶石 他就說黃寶石耶 就真的有這種東西嗎 當然啦 黃色的... 黃色的鋼魚叫黃寶石 其實這一件以外觀看 鑽石的光是很強的 黃寶石一樣強 但是會列為遜色 第二個呢 黃鑽石跟黃寶石當中 最大的差別是鑽石它有火光 但這一件看起來火光很弱 火光就是我們所謂的 紅塵黃藍電池的七彩光 這火光比較弱 老師 你說它很弱 我媽媽當時買光 買中間這一顆也要10萬耶 這樣還火光很弱 那如果是黃鑽的話 這一件現在100萬你都買不到 我知道啊 它當時就沒有錢買 這樣子吧 這一件三寶石 如果它是黃鑽 三寶石的Fancy Yellow 現在起碼要180萬 如果像你說這個是黃寶石 這三寶石的的話 你知道像黃寶石多貴嗎 一寶石沒燒起碼 六千米金就要20萬 三寶石也要60萬 天然沒燒到黃寶石 是這個價格 我問一下它那個 你看到那個黃色的光 是不是因為它旁邊 圍而一圈黃色的鑽石的關係 對 一般黃色的寶石呢 它要讓它看起來很漂亮呢 它會弄一圈黃色底 就像女孩子畫點妝一樣 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打點陰影啊 對 襯托出來 所以今天呢 鑽石的價格180萬 黃寶石的價格60萬 黃水晶呢 伊克拉10塊美金3乘以3 你知道多少錢而已嗎 900塊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黃寶石的一個戒指 買入價格呢 我們估那個裸石就好了 好 那個裸石呢 當初買入價格是買在 約在10萬塊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黃寶石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好 請見價 80塊 80塊 來 我們 我給你3秒鐘 80塊 你恢復了沒 好 我們今天有帶拉曼好不好 我們在拉曼呢 光譜一下 很簡單的 你是黃寶 黃鑽還是告石 馬上寫得看出來 好 來 中間這一個的話呢 是什麼 來 這個是鑽石 這個是鑽石 對 這是黃寶石 對 這個是鑽石 然後這個是 黃寶石的 黃寶石的 另外呢 藍色這一個呢 是告石 沒錯 所以你看到鑽石在1330 有一個風波很明顯 那你看到呢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鋼玉類 在這個400到800有很多 吸收的風波 那很抱歉 這個就是告石 所以我們剛剛打出來的話 是打這個嘛 對不對 沒錯 而且 這個居然是最低的 這個就是盛心的 而且它還不是天然的告石 它是人造的告石 所以80塊錢 但是你的台子 還要值個幾萬塊 台子不只兩萬了 現在應該要四萬 所以你現在還有個 四萬零八十塊錢 不過那這一集播出 我要把我媽帶出門才行 我覺得喔 我覺得現在喔 其實我覺得 很多的觀眾朋友 真的都還滿有良心 或者說自己的人 都還很會安慰自己 那個主持呢 花了十萬塊 變八十塊的時候說 那沒有關係 我還有一個台子 這上面點點點 是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灰塵 這底下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內含物 是底下黏了油脂髒了 沒有那個內含物在裡頭 這個呢 協調紋也是底下髒了 底下都是底下髒了 然後你看一下很明顯什麼 它的菱角對稱很差很弱的 如果是鑽石不會切成這樣子 你看這麼大一個菱角 黃寶也會切到 當然黃寶也會切這麼好 但是呢 沒有任何內含物 如果這個是黃寶 沒有內含物非常少見 還有蟲影的現象 其實蟲影現象不容易看 但是你可以看到稍微這樣子 它嗚嗚嗚嗚的 它蟲影但是被遮光了 所以看起來一團糊狀的 那就是這個 鉤石的蟲影現象 其實把鉤石當黃寶石 賣得很少見的 所以請媽媽呢 回去問一下那個珠寶商 沒有可能這樣子 這是不可能是這樣子的 現在那個店已經倒掉了 現在找不到了 是嘛 所以我說哪個寶石 這多久了 這個都會有十年以上 我覺得搞不好那時候 他花了一百多萬去買那個黃鑽 搞不好還會被那珠寶商拼 因為看起來的話 他那個珠寶商並不是很難 就是虧更多 我有一個小提議 既然買了 然後你把那顆拿下來 也是下一個心願 以後放一顆真鑽石上去 做一個事業下一波的一個目標 那我現在要努力賺 幫我媽媽把台子留下來 不用...來這個機會讓給你 盛興還沒有交過男朋友 交給男朋友就好了 這樣子啊 然後再帶一個真書 就跟他講說 那一顆黃鑽把它填上去 這樣子就夠了 就可以把你取回家了 對... 填著黃鑽石上去 這樣就把自己賣掉 OK...好 可以考慮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第二...再過來的話 就是這個翡翠 來 這個 這個是很有紀念價值的 這是有一年那個 爸爸送給媽媽的結婚的紀念日 能問一下什麼時候送的嗎 已經有二十幾年有了 只是這個鏈子是後來媽媽換的 二十五年 三十年 對... 因為他久了 他那個鏈子有點髒髒的 他就換了一個新的鏈子 這看起來很綠喔 很漂亮 爸爸那時候在從事什麼工作啊 爸爸以前有當過軍人也有開... 所以後來退五以後有開過公司 所以家境應該算還不錯對不對 還好啦 真的還好啦 因為我癌症 也花了家裡很多錢 可是我問一下你那時候的話 早期你為什麼會加入小巷隊啊 因為那時候走在路上 就突然有人問我們說 你要不要來參加說 比方說有一個什麼暑期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是暑假 然後我就以為只是說好像暑期 然後叫一些胖胖的女生 去參加一個比賽以後 就拿一些獎品就回家這樣 等一下 我問一下 妳在走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就有機器人來跟妳說 我覺得妳長得很漂亮這樣子 沒有...才不是說你長得夠怕 他說你長得夠怕 那很傷人耶 對啊 我那時候110公斤這樣 那妳不會覺得他根本就是 詐騙集團嗎 可是那時候想說 他說我這麼胖 還有人經紀人來... 因為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你就想說有個... 好不容易有個機會 因為很少會有人辦那種胖... 那當年是很少人辦那種 胖子的比賽 然後我們就去比賽以後 結果我就拿了一些像 我跟你講 胖子就算 來送沙拉油 沙拉油當作其中一樣禮物 然後還有一堆零食 然後就拿回家 當然是故意要把你們養更胖子 我就以為說 我們參加完那個比賽以後 就是說好像暑期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拿獎品回家紀念 沒有 第二天我就接到電話 然後就找我們去那個 當時的印畫公司談 然後談了以後就簽約了就這樣子 然後就組成我們的小巷隊 你那時候在跟同學講說 我在路上被那個經紀人發覺說 要找我去拍戲啊 參加節目啊 你們同學不會覺得很納悶嗎 我們同學說 那一定是騙你的啊 因為很多... 我們很多胖胖的女生走在路上 都在賣你什麼健康食品啊 減肥食品啊 什麼瘦身帶啊 就是這些東西啊 都很怕被騙 那其實當時的話 小巷隊的話也是風靡一時啦 因為這四個女生 胖胖的都很可愛 而且非常的活潑 所以那時候還有金曲龍虎榜 對不對 你們當時其實都在 金曲龍虎榜裡面 跟瓜哥一起主持啦 好 來 爸爸送給媽媽 媽媽的結婚的 其中一個週年紀念這樣子 媽媽都把它放在哪邊呢 媽媽都把它放在保險箱 銀行的保險箱還沒有... 銀行的保險箱啊 對... 放這幾十年來的話 也花了不少錢了 對...一直都有出 所以媽媽非常非常喜歡 這一個翡翠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翡翠呢 它的一個翡翠的蛋面的話 非常非常的綠 而且是正綠色的 如果買對的話 現在可能會破百萬以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買的時候是買多少 買 爸爸說光這個墜子就10萬 10萬... 那媽媽有沒有說 現在大概價值多少 媽媽 我那時候問她 她是說最起碼也有個18萬了吧 18萬 好 來 我們直接估那個翡翠的蛋面就好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正綠色 正陽綠的一個綠色 而且顏色非常非常的暈 好怕喔 好 買入價格是買在10萬塊 翡翠的一個蛋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格的蛋面 總價值呢 買的價格呢 是買在60萬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